馬華中央黨校幹信局所舉辦的這一次政治演講真材賽 今天算是圓滿的結束 也產生了三位得獎者 不過從整個政治演講真材賽的過程來看 我們總共在這一次的比賽中 從全國各地的出賽、複賽到進入半決賽和決賽 總共參與的人數超過三百位 三百位馬華來自各州屬的演講人才 這一次我們也發現到在競賽的過程中 尤其是到進入了七十多位 七十五位 七十六位 七十五位進入半決賽的 同志呢 的表現都非常的表情 都是非常適合繼續培訓 都非常適合繼續培訓的馬華的黨同志 在上回的希望發布會的時候 我們也強調過 我們要成立一個百人的論證經團 百人經團 除了我們的網絡經團之外 我們也要建立起能夠在公開場合 或者是內部培訓的演講員 這一次的比賽也給馬華中央黨校幹選舉 非常大的鼓舞 因為之前我們畢竟擔心 馬華給人長提一個印象 包括黨領袖本身也覺得 我們的是否真的是沒有能夠參與辯論 或者是論證的馬華黨同志人才 尤其在基層層次 可是這次參與者 年級的大體上平均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 三十到三十五歲左右 這些年輕的這些參與者的話 我們的態度都非常的正面跟積極 使我們覺得非常的鼓舞 那麼這一次的開始之後 加強了我們信心 馬華中央黨校的話 在來年將繼續舉辦類似的這個比賽 我們的主要的目的當然是要培訓一群 能夠在全國各地有所表現的論證人才 今天我們看到國家的政治局勢的發展 整個國家的政治局勢 已經淪陷到 尤其是明年無論是在自政州屬 或者是明年做反對黨的州屬 已經淪陷到這個政治文化 已經下降到已經是 可以說如果說真的是要拿一些其他國家來比較的話 就是已經進入了像台灣陳水北年代的民進黨的那種論證方式 抹黑的文化 外企事實的文化 以便蓋錢 甚至連串謊言的方式 並沒有面對實際課題給正面辯論的這種政治手腕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這個階段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這個尖銳部隊的成立 我們會再繼續給他們更多的培訓 加上全國各地還有一些州級 或者是中央級的黨同志 可能這一次來不及參與 或者時間上不允許 也不少的同志有跟我個人聯絡 包括我的副主任以及秘書長 他們時間上安排不到時間來參與比賽 不過他們也希望要求中央黨校幹線局給他們一個機會參與接下來的培訓 換句話說 馬華全國各地的這些基層的領袖 包括州級的領袖 大家都要要意識 馬華也主要是因為國家的政治局勢的發展 讓馬華工會的各階層的領袖都覺得非常的擔憂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也要建立通過這一次的比賽的話 我相信我們也更有信心建立一個更健康的論證文化